啊~~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我對不起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我要出來很棒 對 她就沒感覺 呃 現在是 呃 晚上十點 下午三點落地北海道 就發生了一連串很可怕的事情 五點的時候我跟 Amanda跟Charmine 就是走出來了 可是這中間我們也歷經了一些收聲啊 然後檢查行李啊 然後還用什麼 化驗毒品的東西 然後就是查我們的行李箱 然後還去小房間 還去小房間 對 一路等 等到 八點 八點 我八點來出來 現在橋上那邊出來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看那個海關口 因為剛剛單點就是從那邊出來的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有 找了一個附近的 行李拖得到的地方 先入住 就是沒有辦法 到Clubmate這樣子 然後你剛剛在裡面 發生什麼事 所以一開始我跟巧韓是在同一間房間 嗯 然後他就先說 因為氣乳犬聞到了我們的行李之後 是有反應的 對 所以按照規定他們需要 檢查一下我們的行李 然後我們想說 喔好啊 因為我們沒有帶文件的 又進來了一個人 他會講中文 然後就跟我們說 我們檢查完第一次行李了 但是 不好意思 就是男生的女生要分開 所以我們兩個就 分開了兩個房間 分開了兩個房間 對 然後這整個過程呢 他們的手機都是被沒收的 都是被沒收 所以我們也聯絡不到他們兩個任何個人 對 然後我的每一顆 比如說感冒藥啊 過敏的藥啊 然後維他命 他就這樣一顆一顆這樣擺在 那個藍色的布上 要我解釋給他聽說這個是什麼 然後跟 你什麼時候吃 你每天都吃嗎 那每天是 早上 中午晚上都吃嗎 還是什麼時間吃這樣 中間要喝水跟上廁所呢 想喝水之前 我就先說我想要上廁所 然後那個海關的人就說 喔可以啊 你可以去上廁所 但是我們要先檢查你的身體 我就想說收生應該就 蠻 就是一般那種 然後他就說沒有 要全部脫光 我就連你哭了 對 所以他剛剛走出來之後 因為我們在那邊等他等那個爆 快一走出來走出那個 他走出那個海關口 然後眼睛這樣掉下來 我們真的是 我們真的心都碎了 因為在裡面真的太恐怖了 因為在裡面真的太恐怖了 最後找到什麼 最後找到 就一個金油 跟那個香噴劑擺在一起 然後還有聖木 因為我們常常出外景 他就先問我那個木頭是什麼 然後我就解釋給他聽 然後解釋完之後他就會說 那你為什麼要戴這個 然後你什麼時候 反正就是一樣 就一樣的問題 一樣的問題 又再問一次這樣 他就問我說 那你們 你介意我拿這個金油去化驗嗎 然後我就說不介意啊 然後化驗之後 就在那邊空等 然後回來之後 他就跟我說 因為可能在我們吸那個金油 然後裝到新品質的這個過程當中 有毒的物質已經揮發了 所以我們沒有驗出有毒的東西 然後他就說 因為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說 是有疑慮的東西 結果他覺得他不能讓我 帶著那個東西入境 對 好 他就說那可不可以丟掉 我就說可以 然後他就說 就是希望以後你 入境日本不要再帶類似的東西了 他就把護照還給我 然後 手機這些東西還給我 尿布 好癡喔 沒事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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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對不起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我要出來很棒 對他有很多 哈哈哈哈 距離案發6月2號 過了5天 海關人員在昨天 昨天的時候打電話 到我關門說 我們可以還你們護照了 拿到手我們就要 開香檳慶祝 剛剛已經拿回護照了 你的護照在哪裡 收起來 收好收好 他扣留什麼東西 然後規管他要跟你 對那個性感 然後確認著簽名 哪些東西沒毛病 但是 讓我們消失了9小時呢 半月沒定 半月沒定 減肥藥 哦減肥 對對對 我們這次會比較多危險的東西 就是減肥相關的 這個意思 就是中藥粉 如果你要帶 看不懂的東西 就什麼廚房錢在這裡 對我覺得應該就是 你要保留它的完整包裝 對 真的沒有辦法保留的話 你可能要保留它的 醫生的廚房錢 對 我們看起來沒有問題 可是他們會有一點點 點點點 點點 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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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